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名字还蛮兴奋的 今天蛮期待的放肆 发生比较多的就是想吃的馆子 然后很多时候被朋友阻止了 你不能去 你去 我们吃不了 好吧 那我回家 大家往祖兰吗 就是比较放肆 录节目没有那么放得拍 然后这个节目的氛围 让自己觉得参与的非常开心 我觉得是一个参加节目的过程 也是一个享受和学习的过程 就是不太想有机会 因为做音乐对于我来说已经需要占据我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基本上要拍戏像他们几个月拍的剧组 那是不可能的 你是哪个要过节的吗 今年过节不工作 想要回家陪我妈待会儿 后面就是等着英文专辑的部分 凤吉 自己面前 帅帅的 有趣 创意 看时候哭点不一样 刚刚那首顺利而下算是一个节点吧 我是属于别人脸我唱 没有 我使用自己的表情 专业歌唱得好 这我有个好奇的事情 他是一个唱高音很释放很舒服的人 然后说话老破音 你唱高音的时候为什么不破 黑四个色号 黑四个色号 跌倒 毕竟撞山不怕 开玩笑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这个裙子 如果里面我穿上一条秋裤的话 那就是又没有保暖 我讨悟 你知道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研究研究吗 混合版 我想问你想问我什么 我 你又说了 谢谢 桌子 不不不不不 我就是梦想的声音 他们做了一堆表情包 然后我就刚好存了一点 没有以前没有 前两天年会已经发过了 就是非常实用的那一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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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